NEO聊刺激 DNRUGASING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要來看蒙古人對上中國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開局就聽到中國這邊的BGM 非常的好聽喔 還是這個是蒙古的BGM 沒關係 我們就當作是元朝的BGM 一樣都是中國 沒有問題 好 來看一下蒙古 蒙古文明最大的特色 是吃野生動物的時候 像大象、洛斑馬 這種東西就會吃得特別快速 所以在阿拉伯來說 他的經濟時代的加成 在黑暗時代是比較多一點 到了封建時代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經濟加成了 但是他可以利用這個經濟能力 讓他自己提前打出棒棒開局 或是肉馬的錢壓 都是蠻是蒙古人的 蒙古人的後期 主要是打馬工 還有大肉馬 還有草原騎兵做一個主力 後期也可以轉成大衝車 跟投石器作為進行前壓 蒙古人最大的特色 還是馬工單位 蒙古途徑 可以讓自己馬工工具速度 變得超快之外 打工程器單位 也會有額外的增傷效果 所以蒙古人還是比較適合打馬工 配上肉馬的路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綠色 綠色這邊是選擇了中國人 中國人的文明 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他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文明 而且他一開始的村民 還是多了一村 所以村民術一開始 從黑暗時代 就會比對方多一村 這就意味著 如果你從黑暗時代 打到地龍時代 這個一村的優勢 如果一直持續保持下去 就可以領先對方 大概一千多支援 如果這個村民一直都沒死的話 那中國人呢 他的工兵路線 還算是比較強大的 三公三房都有 也有母子丸 而且這個中國聯弩也是中國人的精髓 這個中國聯弩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天敵 而且連戰毛兵也能打得回去 那比較害怕的東西 是中頭或重頭 這種投石器單位跟工程器單位 火炮啊 弩炮 都是比較不好打的 就是中國人 還是要搭配一些槍兵啊 或者是肉馬 進行搭配組合 會更適合這個文明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中國人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也是這個原因吧 我想 個人猜測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經濟配置 目前看到石頭在下方 果子在右邊 黃金在上方 看起來還算不錯的 因為果子在後面 前期被蒙古人打棒棒開局 甚至肉馬騷擾的可能性 會更低一點點 也不太好騷擾 黃金在上方也還可以 正面稍微微下的話 也可以阻止對手正面 直接衝過來進行騷擾 這邊再稍微微下 小微的部分 那地圖分數來說 我個人覺得至少有50分 雖然沒有到合格 但還可以接受 那為什麼沒有合格 這主要是因為 他的墓區在後方 而且他附近 兩塊都在前方 有點慘 如果被空間就會很難受 黃金在上方 但這邊的墓區 也沒有辦法非常安穩的 可以去採木頭 這邊人家出弓兵 就會很好騷擾到這邊的木頭村民 甚至上方的金礦村民 所以要防守來說的話 中國這邊地形 可以說是不太好 沒有到的那麼好 那來看一下蒙古 蒙古這邊的話 地形在 果子在前方 黃金在上方 雖然果子在前面 但他的墓區 正面後面 都有一撮 下面這個墓區也算是蠻厚實的 只有這個地方 可以稍微騷擾到而已 那圍法來說的話 也會比中國人簡單一點 這邊稍微圍到底 然後上面這邊圍一下 就圍好了 後面有兩塊墓區可以挖掘 還在自己的領地裡 所以蒙古人的地圖優勢 是比中國這邊更大一點 大概有70分左右吧 合格以上 好 那看到這邊 中國人已經點下了一個馬舅 把馬舅不在後方 這個是要來進行防守 並不是想要進行前藥 那這裡按一個長槍兵進行防守 哇他這邊圍一個更小的 直接把城城中心外露 也不管這個石頭了 直接圍到這個地方 超級小的 但這個小圍會有缺點喔 這邊弓兵如果走過來 走到這個高地 這邊出門會很難受 待會就會被高打地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 圍這邊然後圍過來 不然這邊木被插塔 或是被空木 就只能到這邊伐木 或到左邊 那待會蒙古的騷擾就會更方便了 中國這邊直接三隻肉馬 往前前壓 但是蒙古這邊的肉馬數量也是超級多 而且肉馬優勢上來說 蒙古是有經濟上的優勢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 吃鹿跟大象 吃得更快一點 所以現在數量上前壓會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中國這邊農田已經早早灑下了 所以肉量來說也不會害輸給敵人 那蒙古看到對方農田灑這麼快 而且是小圍 所以決定自己要趕快來圍家了 但這邊圍法有點怪怪的 這邊這樣子圍 圍得反各場了 還不如圍到底 這邊是蒙古圍家的一個失誤 羅馬敢上前嗎 這邊強兵過去想要戳一下 有機會嗎 沒有機會 兩邊封箭實彈應該就是用出兵去克制對手 然後這邊中國主要偵察的東西 是要看他有沒有轉出射箭場 奇怪的東西 或是雙馬舟之類的東西 雙馬舟的話 現在這個時間點補下也蠻奇怪的 創作是點了城堡實在之後 才會去補下第二個馬舟 打草雲騎兵 或是騎士駱駝開局 好 那蒙古這邊已經圍好了 圍到這麼長 真的是看了很痛苦 那這場比賽 大約是2000分左右的比賽 所以會有出現一些失誤也是正常 所以大家也不用 用這個太高標的眼光 去看每一場比賽 會有失誤也是屬實正常 好 人非聖賢犯錯難免 但常常犯錯也不是一件好事就是了 那看到蒙古這邊點下了品種 還有馬鎧 那中國這裡也點下了城堡實在 跟一級的斷招技術 兩邊走的一個算是步兵 跟是騎兵開局的路線 中國這邊補下一級弓 這邊的長槍兵 還有洛馬都可以吃的到 補這個異弓相當的划算 好 這邊洛馬絕對要衝進去 打黃金的村民了嗎 但是槍兵有兩隻在這邊做防守 但是還是被圖到了一隻村民 中國這邊這一村的優勢 已經被搬回去了 好 那中國這邊決定要打雙馬就開局 那兩邊都是有駱駝的文明 所以這邊中國人看到草原騎兵 也可以考慮去轉駱駝進行反制 好 這邊第一次先往前 看到的就是草原騎兵 可能就是會轉駱駝出來反騎了 那這邊洛馬的數量其實很多 也可以考慮轉一下洛馬的升級 好上方補了3TC出來 直接開農 那蒙古這個文明也是非常需要開農的文明 畢竟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很容易被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直接給打回去了 那他更好的方式是邊打邊農 不要單純打蠢龍的 那他的草原騎兵呢 就是很適合去進行城堡時代 初期潛壓的單位 因為血量有這個98D的優勢 而且還有一共設成 如果操作的好的話 也可以無傷換掉對方的駱駝 所以蒙古人打草原騎兵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適合 在城堡時代選擇的一個單位 好那蒙古有把自己的城中心 卡在石頭處嗎 沒有 哇他的石頭都在外面 要挖出蒙古圖技 需要一點時間喔 好兩邊沒有繼續開打 我們繼續加速一下 那中國這邊聰明樹已經落後10村了 57村打46村 蒙古這邊經濟非常好 不用這些草原騎兵拖延一點時間 讓對方轉出更多駱駝進行反擊 好這邊高打低 但是沒有空袍 直接損失了一些數量 哇還在繼續被追著打 好看來打不贏 這邊還是要往回拉走 好那中國這邊要趕快開出 第三個城鎮中心喔 經濟差距不能一直被擴大下去 那要在哪裡開城鎮中心呢 可以開在後方這個位走 有點偏後面了 但是後方旁邊什麼資源都沒有 也可以考慮直接開在黃金礦的旁邊 或是在左邊這個位置喔 開那裡都不太好開耶 這個真的看起來不好開城鎮中心 因為這邊都是上坡的地方 所以這裡不能下地基的 這裡是蓋不下去的城鎮中心 好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看一下中國這邊會怎麼打 中國這邊已經點下了一攻一防喔 這邊鎮鎚數量也來到了26隻數量 滿誇張的量喔 好蒙古看到這麼多鎮鎚 決定要來轉重裝長槍兵 這個判斷相當正確喔 好這邊直接一個反馬槍 OK直接收掉兩隻老頭 老頭沒有做到任何事實 直接雲地往生 連聖物都沒有拿到 但中國這邊還有大量駱鎚的優勢 好結果自己也沒有拿到聖物的優勢 反而是蒙古偷撿了一個聖物出來 蒙古這邊有轉出更多的長槍兵嗎 軍有在補嗎 二均勻在出槍兵而已 好城市中心果然補在了處境的右邊的位置 這邊補這裡有點太遠了 除非這邊有危害 然後上面再開一個拔木槍 好中國這裡補下了守推車 經濟算是控制的還不錯 好這邊老頭高地著翔 草原騎兵的數量也稍微補了一些 又有轉出一些駱駝 但是看到重裝長槍兵 中國並沒有想要應戰 可是覺得有點想要且打且退 好結果老頭第一時間沒有控跑 直接被戳死了 後方有轉出一些騎士 但騎士遇到長槍兵也是沒轍的 好這個長槍兵 草原騎兵直接戳掉老頭 這時候中國補下了二攻 有二攻的話稍微補下 補戰了一下近戰傷害的效果 但可能還是要轉點弓兵 甚至中國連弩 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蒙古這邊的搭配組合 是比較害怕箭矢 沒有太多的箭矢防護力 近戰防護力其實也很差 但是只要有大量的弓兵來打的話 也可以打定 那之前我看過中國打馬弓的策略 但是遇到現在對方是打一個馬弓國 自己打馬弓有點不切實際 很有可能會打輸 所以這邊轉弩兵 或是更好一點的 當然也可以轉戰毛兵 但是戰毛兵的話是打不贏駱駝 還有這邊的草原騎兵 所以轉弓兵 弩兵是更好一點的選擇 什麼都能打會比較好 蒙古把自己的城市中心 蓋在了石頭旁邊 這個也是比較好 確保石頭的穩定挖掘的一個方法 這時候補下了輪軸 這邊可能要一觸擊發了嗎 兩邊都是瘋狂屯數量 但是這邊直接吃到城市中心的傷害 可能要硬打了 這邊可以用城市中心去補下 對方的長槍兵 兩邊的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但是中國這邊有血量上的優勢 3400D的血量 中國這邊血量越來越少 直接被包夾掉了 重裝長槍兵跟草原騎兵 這一波送的非常的乾脆 連拉都不想拉 但中國這邊是損失了一些數量 但駱駝數量還是有高達20隻喔 而且還轉出了10隻騎士 30隻的騎兵單位 這邊二防趕快補吧 30隻的騎兵單位補一個二防也不過分 好 中國這邊轉出了第三個軍營 四軍營準備要來開始爆長槍兵 中國這邊可能會落入陷阱喔 這邊不太好 繼續打這個 騎兵單位會比較好 那由於已經產生這麼多 所以不再繼續往前也是蠻怪的 好 那這邊的數量應該是能打得贏 但是快到後方有兩隻老頭有點害怕 而且自己有高地優勢喔 我覺得這邊打下去 硬換也不虧喔 但是這邊可能是要等二防好 因為如果這一波不打的話 待會長槍兵出來喔 會更難解喔 更多長槍兵出來的話 畢竟現在自己有軍事上的優勢 先滅個一波也比較好 好 中國在正面的高低補下了一個城堡 也可以考慮轉一下中古連路 好 蒙古點了一個耕種技術 哇 軍營越補越多阿 好 這時候蒙古中意識到 左邊直接拉一條牆就完事了 沒錯 拉一條牆就完事了 終於發現到左邊可以拉牆 好 正面的草原騎兵直接往前衝 因為看到家裡有大量的肉馬跟騎士 所以這邊直接把草原騎兵派到了正前方 擊殺掉了一些奴兵 但這邊繼續往前衝 後方出面有點危險 草原騎兵數量有點多 13隻的數量 這一波互相傷害的結果 中國也有傷到一些蒙古的經濟 但是並不多 但草原騎兵這邊反而是更是深入 兩邊算是小打小冒 但中國這邊受傷程度更多一點 好 正面直接撞到了城堡 這邊草原騎兵損失了一些數量 但還好中國這裡還沒有把彈道學給研發好 所以損失數量並沒有很誇張 好 兩邊都疊下帝龍死蛋 手推車也都補了 兩邊經濟準備打一個最好 好 看到這邊非常多的重量長槍兵 鱗鱔直接往回退 這邊是想要先轉出三級射還有拇指環 鱗兵強奴要升嗎 強奴這個時候就可以考慮升或不升了 因為強奴升級到450肉類 升級上去其實有點傷經濟 或是傷一些化學三級射 或是中國蓮奴升級 都會有點小小傷到 如果這邊要打中國蓮奴的話 城堡要趕快繼續補了 才要點下火箭技術 增加一下中國蓮奴的傷害 好 那這邊看來是要打中國蓮奴了 山洞城堡都已經補不下 好 同兵上往回拉 欸 但是又繼續補奴兵了 最後還是要打強奴 嚇死 預判錯誤的雷歐 好 中國蓮奴 沒有打算要繼續大量量產 反而是要先轉出大量的強奴 作為主力 因為強奴是比較好量產的 中國蓮奴需要大量城堡 好 這邊中國有高地優勢 正面硬打應該是有機會打得贏 但是槍槍兵數量有點多 後面有非常大量弱馬 直接跑到後方攻擊後方的工兵 工兵這時候已經升級為強奴 強奴這時間點可以打得贏嗎 打得有點極限 而且對方的蒙古途徑已經量產出來 中國蓮奴要反擊回去有點困難 正面的強奴已經被吃光光了 但中國這邊還是轉出了大量工兵 正面反擊效果其實還不錯 應該可以繼續打 但是中國蓮奴數量還是沒有到很多 蒙古這邊稍微抖動一下 修個操作 冠作的先騎兵過來 但是這邊不想要退手 因為這邊已退手 兩台軍情投擲機可能會被拆掉 好 這邊利用強奴再繼續進行反擊 第一時間射掉一個老頭 再來軍情投擲機也要被射掉了一台 中國直接前壓一個城堡 升級的重裝 駱駝還有三級攻 蒙古第一時間也補下了三攻 但這個軍情投擲機看來也是被拆掉了 後方城堡也被順利的守住 好 中國這時候補下了真兵技柱 那要來看一下要怎麼打 現在村民處是147村對132村 但現在村民處沒有到非常重要了 因為待會對王時代兩邊都是暴兵 而且蒙古這邊經濟有點失調 黃金掛的非常多 但是自己產能卻沒有到最好 中國這邊反而經濟蠻平均的 並沒有太爆支援 而且也在穩定往前推進 感覺中國目前是有優勢的 但蒙古這邊大概努力來屯兵 而且待會如果蒙古突擊全部升級好之後 中國會很難打 好 正面蒙古突擊加肉馬要往前衝了嗎 好 看到駱駝 新駱駝往後拉一下 讓自己後方的蒙古突擊有輸出空間 好 但中間駱駝打蒙古突擊的傷害也是非常高 正面的駱駝 可要扛不住上面城堡 加上蒙古突擊的傷害 損失掉非常多的一個駱駝數量 全部倒地 前方的強弩加上中國的蓮弩 還在進行反抗當中 但是數量已經遠不及蒙古這邊 蒙古突擊大軍繼續往前突進 群王力侵襲兵已經升級好 血量是118滴血 坦度非常十足啊 好 這時候補下了金冠技術火箭 看來還是要主打 打 中國蓮弩了嗎 那中國蓮弩這邊有個小小的細節 分享給大家 就是中國蓮弩雖然點下金銳的時候 這個射箭的數量會變多 但也會影響到他的射速的關係 所以就是有點要去判斷 到底要不要去升 這個金銳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是去判斷 對方有沒有升級中頭 如果對方有升級中頭的話 可以考慮升一下金銳 因為升級金銳之後 血量可以到50滴血 不過在平命互丟的話 你有升弓兵鎧甲 基本上不會一發 就打爆你的中國蓮弩 所以升金銳這件事情 更多是要獲取這個血量 讓他生存能力增加這件事情 所以中國蓮弩要不要升級 其實有點看忍 並不是絕對的事情 大部分的兵種 有這個 一定要點金銳才能用 但中國蓮弩 反而是蠻特別的一個存在 這邊大量蒙古徒技 配上大肉馬 直接往前推進 一個標準的蒙古徒技 肉馬搭配 直接打爆了中國正面軍隊 那中國這邊呢 可能還要再轉一些槍兵出來 或者再轉出更多駱駝 因為他現在待會會缺金喔 如果你要轉這麼多的 中國蓮弩出來 勢力化的狂青會更多一點 或者是中國 你可以考慮 轉一些其他單位出來打 譬如 奴炮之類的 但我不推進 因為奴炮這個東西 會很容易被蒙古徒技 給射掉 所以轉工程器單位 也不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我覺得轉槍兵更好一點 這邊中國有很多肉的關係 轉了一些肉馬出來 但肉馬只有輕騎兵 跟對方的大肉馬比起來 真的是有點 不太能打 蒙古這邊三台軍銀頭司機 慢慢拆 蒙古徒技的數量來到誇張的39隻 好 發血也補了 工兵防禦也在補下 這時候中國已經升級好防禦箭塔 開始休息了箭塔 要來防守陣地 好 中國蓮弩這時候也點下了精銳 8加6 傷害來到最高 血量也來到最多 受的箭矢數量也很多 好 這邊高打滴 繼續輸出 好 這邊還直接補了大型箭塔 好 中國也是遛了一些肉馬 到了上方進行騷擾 開始修了一些馬就在上方 那這應該也被蒙古看在眼裡了 好 這邊蒙古徒技直接上千 中國蓮弩第一時間想要反擊 但看起來有點反擊不成 後面蒙古徒技的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雖然蒙古徒技也是受到了大型箭塔 還有中國蓮弩的強勢反抗 所以這邊數量本來從快到40隻 變成30幾隻的數量 但是大型箭塔也是沒有辦法守得住 中國有點節節敗退 工徒技的數量還是很多 中國這裡有一個問題 沒有做到很好的地方 是他這邊的工兵數量 沒有再繼續量產 感覺他的中國蓮弩有點斷根絮絮的再出 不過他能一直穩定量產 還有把自己的經濟再補一些村民 因為感覺上他的經濟量的庫存是很不夠的 可能在轉一些村民轉到150吋或140吋之類的 可能就夠用了 經濟量來說現在用的很吃緊 要打贏蒙古徒技的話 可能要用經濟交換戰了 會更好一點吧 這邊中國想要修煮萬里長城 但可能沒有機會 這邊大洛馬直接過來修理這邊村民 中魔蓮弩升到經濟後的缺點已經展現出來 攻擊速度感覺沒有那麼快速了 這邊射的箭矢數量太多 所以導致連發的速度間隔變慢了一些 直接收到城堡裡面 躲避大洛馬的傷害 好 直接再出來射一波 好 中國這邊搶先把大量資源先賣掉 中國資源也沒有足夠資源可以拿去買賣一波 可能要一波倒了 大洛馬在持續亂竄當中 左邊的黃金礦也被奪了下來 蒙古成功奪金成功 中國這邊完全斷金 正面扛不下來了 中國這邊轉長槍兵也會有個問題 因為蒙古圖技打槍兵 有安全戰術的關係 打槍兵的效果也是超級好 所以中國這邊要打贏的話 只能要轉 肉馬 戰矛 還有 中國連弩了吧 才有可能倒下來了 但 感覺中國有點措施良機了 中國蒙古圖技一成型之後 要打回去的文明 其實也不多 只能說蒙古圖技 這個單位設計的真的是太小妙了 把他的強度設計的剛剛好 好 他羅馬再次上前 爆炸最後的中國連弩 中國連弩直接被後方的蒙古圖技 分成兩隊開始附射 數量只剩下少量13隻 11隻數量在下降當中 蒙古圖技的數量還有35隻 但是正面大羅馬已經全面死去了 但是蒙古圖技的數量還有30幾隻 要打贏正面的中國連弩應該問題不大 但是看到有更多羅馬衝出來 有點害怕 往後撤了一點 但我覺得這裡不用害怕了 直接收掉最後的中國連弩吧 好 這時候中國打出了 結局 蒙古圖技打得很漂亮 雖然中國這邊打的也不差 但我覺得他投資太多的東西 在強奴身上了 我覺得奴兵就可以不用升級 把那些黃金投資給更多的中國連弩 甚至轉出戰毛兵去手動操作 打後方的蒙古圖技 可以省一些資源 讓這些中國連弩去攻擊正面大洛馬 還有讓大洛馬自己的洛馬去扛正面 可能會更好一點 而且如果出戰毛兵的話 蒙古圖技打到戰毛兵 也會沒有那麼痛 可以當作坦克 而不是每一隻箭手 都穩穩的打在中國連弩身上 反而會損失非常多的中國連弩的數量 讓自己的經濟越來越不好 反而會有點節節潰瓣 所以我覺得中國這邊的工兵單位 如果你在打這個工兵戰的時候 混點戰毛兵 其實是對自己是有幫助的 而不是完全是無一的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中國拿下木頭的勝利 蒙古則是拿下落淚的勝利 黃金則是贏了一點點 但是最後還是輸了比賽 經濟上來說兩邊是差不多的 所以看起來是OK的 後面真的是輸在後期的單位選擇 並沒有把後期的細節打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點 畢竟中國後期的黃金正式化太多 前面出這麼多落頭 後面的黃金量一定會比較少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